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比赛小组赛 中国队对中华台北队 大家看到第一场出场的中国队的是新生代球员延安 他的对手是来自中华台北的陈建安 那么今天中国队对中华台北队的这场小组的团体赛出场的情况 第一场是陈建安对延安 第二场是中华台北的江洪杰对樊振东 第三场是黄胜胜对老将来自天津的本土选手好帅 第六届东亚运动会乒乓球的比赛 是从10月7号到12号共进行男女团体 加上五个单项七个项目的比赛 那么目前参赛有来自八个国家和地区 小组的团体赛就分为两个组八个队 每个组是四个队伍 取小组的前两名 第二阶段直接进行半决赛的淘汰赛 直到决出冠军 我们知道这延安是以速度著称 来自北京 目前是中国队新生代选手 应该说最优秀的运动员之一 那么现在新生代最突出的选手 就是在拳运会当中 获得团体冠军双打冠军 另外单打亚军的樊振东 这次呢也是代表中国队参加第六届东亚运动会 那么今天大家看到的这个陈建安 其实他的这个比赛成绩和他的这个技术水平也不可小视 因为陈建安呢曾经在国际比赛当中也战胜过张继科 这个运动员在今年的巴黎世平赛上和庄志渊配合 也获得了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的男子双打的冠军 从开局的这几分我们看到 严和这个陈建安的球呢 相互都不是很了解 所以回合不多相互都在试探和适应当中 5-7 6-7 7-7 好球 这个球打得很灵巧 在台内的短 台内的反手偏中间的短球 延安是一个翻挑 这个翻挑之前是 有一些隐蔽动作 那么延安和陈建安两人的球路 一看大家可能也会明白 陈建安属于这种中规中矩的 比较有实力的 球呢也比较大路 比较正规 但是还是非常全面的一个运动员 延安呢和陈建安呢 他有很多不同的地方 延安是属于速度变化 灵巧 包括比赛当中 他的手段也会更多一些 所以延安呢适合打这种 快速的比赛节奏 不要和陈建安去完全的拼这个实力 或者拼某一方面的技术 而是要靠打活 打开 在场上才能够占据主动 这样十比八 延安拿下第一局 我们来到中国 我们来到中国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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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马祖的时候 他凡是防御前线的时候 就会稍微止血 跟着这儿就行了 你带来 手球上外 别太快 好 观众朋友们 我们继续为您带来 第六届东亚运动会 乒乓球男子团体小组赛 中国队对中华台北队的比赛 大家看到延安和陈建安的比赛 是进行第二局 那么这次比赛 中国队派出的是 一老四新的阵容 一老就是好帅 因为好帅 他是来自天津本土的选手 那么其他呢 都是新生代的佼佼者 我们来看 有樊振东 延安 周宇 方博 组成的强力阵容 像周宇和这个樊振东 他们是今年 辽宁全运会的 男子双打的冠军 樊振东呢 也是在全运会当中 是最闪亮的一个亮点 那么这次代表中国队 参加东亚运动会 我们也期待这个小将 能够给我们带来 更多的惊喜 另外刚才给大家介绍了 就是这次参加的团体赛 一共有八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队 其中的男子团体在A组 中国队 韩国队 中华台北队和蒙古队 应该说在这个小组四个队当中 最好看的一场比赛 应该就是中国队和中华台北队的比赛 另外韩国队呢 这次老将朱世贺也是参加本次东亚运动会 李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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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这两位选手 其实真正的较量还在后面 现在还是在一个相互的适应 相互的揣摩的这么一个阶段 特别是延安 延安现在在前几板球的控制 反控制当中需要减少一些失误 特别是第一局虽然是赢了 但是中间在中间台内的短球 中间位置的球失误还是非常多的 连续在同一个位置上失误 确实要引起他的注意 5-0 5-0 6-0 那么左手对右手的比赛 从右手的角度 就是要打通 打开 打顺 特别是在落点上能够打顺 7-7 最主要的就是说延安 作为右手来讲 不要让对方牵制他 牵制他比如说 也是从这种正手的大角度 对方快撕他的正手大角 或者遍住他的反手直线 这都是左手打右手 堪称一决的一些落点和战术 那么从延安的角度 一是避免这些球出现 第二个就是说自己也要 以其人之道 环制其人之身 就是说自己的这种线路角度 包括自己技术一些连贯性上 反手打完对方的大角之后 连续侧身 正手的跟进 这些球要成为一种套路 要把它打通打顺 六十是不是 五十九 八十九 这局陈建安在控制延安 台内短球正守卫 这个环节上应该说还是 比较有优势的 延安呢一个是自己处理的过快 过凶 产生失误 在一个陈建安呢 自己也能够在控制之后 下拳球起板抢拉抢冲 还是正短 10 9 向陈建安拿下了第二局 双方在前两局打成一平 稍后呢将继续为您带来中国队对中华台北队的第三局比赛情况 好观众朋友们我们来看一下第三局 陈建安呢是91年出生 今年22岁 在巴黎市民赛和庄志渊合作 他当时是战胜了中国的马林和好帅 夺得了历史性的第一枚乒乓球世锦赛的金牌 陈建安呢曾经在今年的年初世界杯的团体决赛上一名惊人的三比二战胜过大满贯得主张继科 所以那场比赛呢可能很多观众会印象非常深刻 因为特别是喜欢张继科的这些球迷朋友 我们看到第二局啊 这个陈建安应该说他的球啊还是比较细腻的 另外延安呢在第二局我觉得还是没有充分的去打出他的优势 就是最终我今天需要靠哪一个非常明确的战术去战胜对手的这套东西没有打出来 啊因为要真正的表现出来当然需要一个过程啊需要前面的一些铺垫 或者摸索啊那么最终才能够赢在你最想打的这个环节上面 但是第二局上就是感觉到这个延安呢在场上 有些球呢嗯还是没有表现出那种特别特别的一种自信 或者这种必胜的信心 所以接下来呢我觉得这场比赛啊还会异常的激烈 我们一起来关注双方运动员在下面的比赛当中啊他们如何的展现自己控制对手 扬长避短 另外这次东亚运动会呢一大特点就是乒乓球的这个比赛场地呢 啊整个统一的色调都是蓝色啊非常的漂亮大气 另外这次东亚运动会的这个乒乓球的承办单位呢是天津的啊729 提用品有限公司啊729是咱们的民族老的品牌729的胶皮啊特别有名我们一些老的乒乓球的冠军呢原来都是使用的这个729的胶皮啊后来也开发了很多像 长胶啊生胶啊这个胶皮呢729它是比较粘性粘性比较大 所以这个胶皮海绵它性能不一样有的是偏重于速度有的偏重于旋转你比如729它的这个胶皮旋转呢就比较强因为它粘以前我记得王楠最早一直打的就是729的胶皮 那么这次的承办单位729这个体育用品有限公司也做了很多的工作把这片场地呢也准备的打造的非常的漂亮 让我们运动员呢有这种最好的一个竞赛的环境还是非常的重要 也就是说运动员进了场地之后他就非常有欲望啊想上场比赛有一种兴奋的感觉 7 胖 7 胖 哎呀 这个运气球 这样11比8 延安是有惊无险的 拿下了第三局 现在2比1领先 接下来的比赛 我想应该会更加的激烈 稍后呢 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这场比赛 好 观众朋友们 我们接着为您带来双方的第四局 现在延安是2比1领先 好球 这次中国平方球蓝队呢 是由老教练最资深的吴敬平指导带队 他带领好帅还有4个最年轻的新生代的佼佼者 就是延安 像樊敬东 周宇 还有方博 来参加本次第六届东亚运动会 那么根据比赛的规则呢 就是说在团体赛当中 是三位选手出场 另外呢 在单项的比赛当中 就是单打 男女单呢 是一个国家和地区只能报两位选手 另外呢 男女双合混合双打 这三个项目呢 每个国家和地区只能报两对选手 这样的话呢 就是在五个单项的比赛当中呢 是一共有16队 也就是说16个位置 直接进行淘汰比赛 突 V1 V2 V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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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在暂停之后 阎安市连丢了四分 实际上乔锵球就是这么微妙 你稍微在心态上 或者是在这个 思维上面稍稍有一点波动 或者有一点小小的想法 哪怕这个想法 是 对自己是一种暗示 如果方向不正确的话 也会出现发挥上的波动 延安连续拉 对方反拉 好球 你看这种球 就是说一旦让延安 让陈建安一板一板 抽出手发出力 打出这样的话 这个球应该说延安是不占上风的 必须靠这种快速加旋转 所以每一个球都要让对方在这种移动当中 在判断当中出手 而不是让对方判断出来以后 拉好手以后 找好位置 进攻 所以在这个击球上面让对对方怎么做 是一个非常大的区别 八球露台了 八球露台了 现在到了这个比赛的一个平静时期 应该说延安这个在2比1领先 5局3胜 这局如果能够顺利的话 那这场球就会非常顺利的赢下来 所以这个比分点上就看延安能不能顶得住 不让对手冲击 而自己能够坦然在场上去正常的发挥 其实从处理球上我们也看了 延安其实也意识到 这个比分段是一个整场比赛 一个非常核心的一个比分点 所以我们最希望的就看到 像延安这样的小将 在一些关键的场子 关键的比分上 能够有一些好的作为 好的表现 9-0 现在比分呢又打平了 9平 是延安能够一口作气 还是说在这局比赛当中 延安还是会退缩 也要看看这个关键比分的 延安的这个处理球 是不是能够正好正正常发挥 拉起来 这个球呢是陈建安的一个失误 首先是发球出台 是关键比赛的一个大计 一旦出台 主动权全部都交给对手了 10-0 10-0 短的 延安拉起来 第二板拉住反手 还是卷一个 10-11 11-0 11-0 11-0 打者 4-0 11 尤肯 折了 11-0 13-0 战争 15-0 15-0 15-0 漂亮 看来运动员在这个发球这个环节上面 关键球上这种功夫还是需要强化和到位 就是要发短的时候你总出台 那么这比赛完全就 会很可惜 好容易打到九平十平 一个发球出台被对方一拉 然后你就没了 你就被动了 我们来看这分 一旦出台 延安就会直接抢拉 挺起来漂亮 这个球是一个完美的收尾球 就是利用对方的发球不严谨 延安能够直接一板制胜 一板抢拉 这样延安就三比一战胜了中华台北的陈建安 为中国队在小组赛当中先获得了第一场的胜利 那么第二盘的比赛是由 樊振东 对江洪杰 我们稍后继续 运动油腻 油闯天涯 让孩子在前进中学会 如何应变 如何超越 如何保护自己和家人 有孩子 有风底丝 三菱风底丝 全新上市 Drive at Earth Mitsubishi Motors Mitsubishi Motors 路有多远 只有心知道 最美的旅程 是不断的经历 坚持走下去 给自己留一点空间 让心灵 进入一个更纯粹的世界 新BMW 5CiY 与坚持梦想者同行 匹克TP9正学 搭载梯度加速科技 为脚掌施力重点 提供高弹力反馈 TP9 TP9就是速度 NBA官方市场合作伙伴 匹克 中央电视台 观众朋友们 我们继续为您带来 第六届东亚运动会 渤海一行杯 乒乓球 男子团体消毒赛 中国队对中华台北队 第二场的比赛 是由樊振东 对中华台北的江重杰 我们知道 今年不到17岁的小将 樊振东呢 是来自解放军队 他是湖南人 那么在今年 前不久 刚刚结束的 第12届全文运动会上 樊振东的 发挥 令人惊叹 也成为了全文会上 最大的一个亮点 就不到17岁的小将 樊振东在全文会上 赢得了男团 男双的冠军 男单的亚军 应该说 第一次参加全文会 就能够获取这样的 娇人成绩 确实是一种 创造历史的一种 惊人表现 江洪杰呢 个子比较高 1米78 右手横满 两面反交 胡圈球打反 他在09年世界大学生 运动会上 获得过男单的冠军 在今年的世界杯团体赛上 他也登场参加了 男子双打的比赛 那么也就是说 中国队和中华台北队的 这两支队伍的相遇呢 在今年的三月份的 世界杯团体决赛当中 两个队伍就 打过 中国队是派出了 绝对主力阵容 张继柯 马龙 许欣 三比一获胜 当时中华台北的陈建安 是击败了张继柯 阵容中呢 当时还有庄志渊和江洪杰 我们知道实际上呢 这个作为乒乓球 这个项目上来看 整体上东亚运动会 女子绝大部分的抢手 都是在这次参加 东亚运动会的一些队伍上面 像日本女队 朝鲜女队 中国香港女队 还有中华台北队 这都是非常不错的队伍 那么从男子的角度呢 虽说欧洲呢 有一些抢手 但是要说对中国队 威胁最大的 还是在亚洲 因为毕竟这个 大家的训练方式啊 大家的技术打法啊 包括思维方式 都有很多相近的地方 所以知彼知彼嘛 那么在球路上 也很相近 所以我们看到 这次东亚运动会 中国队 应该说派出了 绝对的 新生代最强的阵容 来打这次比赛 虽然就是说 张继科 马龙没有参加 但是 就是樊振东 周宇 包括延安 这都是 最好的新生代球员 而他们的技术 现在绝不比 张继科 马龙他们逊色 当然整体的 这种综合能力啊 大赛经验上 肯定还是远远不如 这些 最顶级的选手 但是他们的技术实力 已经具备相当的 强大的 这种力量 好 队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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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啊 一 二 二 好 队 加油 первый 24 对 一 两 两 一 两 这样十比八 中华台北的江洪杰 是赢下了第一局 稍后将继续为您带来 樊振东和中华台北 江洪杰的第二局比赛 这场比赛其实最大的看点 就是小剑不到17岁的樊振东 当然他现在起点已经很高了 这个水平也很高 另外成绩也相当的出色 但是作为一个运动员的成长来讲 他需要参与各种比赛 打各种各样的对手 特别是在对方拼他的时候 他能不能淡定 能不能正常的发挥 能不能像全游会上 他拼王浩 或者他拼这个名将那样 他拼马龙那样的状态来打比赛 这点上应该是这场比赛的一个看点 就是你打拼球 你拼别人可以 别人拼你的时候 你能不能坦然 能不能正常发挥 所以这个也是作为新生代球员 17岁的小将樊振东 他必经要走的这个路 因为有很多球员 他的成长过程当中都是这样 为什么说他的发挥会大起大落 他欲强不弱 欲弱不强 实际上最根本的原因 就是在心理上不过关 只能打拼别人的球 别人拼他他就不行 他就要输 他就要保守 就不会打 所以我们也希望呢 就是像樊振东 现在包括延安这样的小将 已经到了一定的位置 已经接受了一些考验 希望在更多的时候 一是要专注 第二点就是说 要摆正位置 摆正心态 在对方拼你的时候 我同样可以正常 或者更好的一个发挥 不光是说你和名将 你是如何发挥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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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OK 1 2 3 看来第二局从开局我们感觉到樊振东的变化 感觉到他的调整之迅速 因为第一局应该说很多球 樊振东还没有完全伸得开手 发得上力 需要找节奏 找感觉 9 4 9 5 9 5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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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樊振东在场上逐渐的活跃起来 这样打自己也会感觉到在场上非常的舒服 就是人很积极很兴奋 很能够调动自己 这样11比6樊振东拿回了第二局双方在前两局就打成了一平 好 观众朋友们我们继续为您带来第六届东亚运动会 乒乓球下我们男子团体中国队对中华台北的小组比赛 现在樊振东和江洪杰打到了决胜局 好球 在连续对拉的时候一个转腰侧身位一个转腰 这板球拉出了一个对方的空档 我们知道中国队和中华台北队的比赛呢 在第一盘的单打当中是中国队的延安三比一战胜了陈建安 您看到的是第二盘的单打 比赛呢还是采取大的场次也是五场三胜 那么每一场比赛也是五局三胜制 这是双方的决胜局第五局 看看小将樊振东能不能经受住这样的一个 关键局数的考验 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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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Z 对了 这个球凡振东必须要有这样的意识 要变对方的正手位 对方的强势进攻的还是都在在这个左方侧身位 无论是反手发力还正手侧身 所以不调动对手 肯定是会非常被动 让对方来进攻 好 一 二 三 1 2 1 2 2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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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2 1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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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1 那么在第五局 5比3的这个比分 3 这几分 樊振东 应该说 发挥出了 很高的技术水平 同样江洪杰表现的也不错 对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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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方向是非常正确的 该变的时候必须要变 你不变 你就等于给对手创造的机会 明知对手肯定是要在侧身位搏杀你 所以樊振东能够坚持变直线 所以你变完一个 你再回到反手 对方就是不敢侧 这就是双方在乒乓球比赛当中 一个斗心理的问题 现在7比4 我们来看现在比分是6比7 你拉起来 这个变直线是出界输了 变的时候觉得稍稍有点虚 变的时候人往后撅的 没有身体没有跟进 没有跟上去 这两分球樊振东打得非常强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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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似前面正有一个机会 但是也是一个很危险的信号 一旦拉空拉丢 那有可能改变他整个场上的局面 白短 好的 这个车有点让对方小小的崩溃 好的 樊振东正手 漂亮 正手一个快速的进台 高点的反拉 这样樊振东呢 就3比2战胜了中华台北的江洪杰 我想这场比赛应该说对小将樊振东来讲 锻炼的价值是非常大的 而且在这个比赛当中 也磨练了自己的这种意志 包括他的胆量和智慧 在这场比赛当中 可以说樊振东应该打到95分 好 观众朋友们 稍后将继续为您带来本场比赛的第三盘 是由本土先手老将 好帅 他的对手叫黄胜胜 我们稍后见 全新DS5 非同反响跨界领航 拍动作戏 一出汗头发就很油 男士专用 新海菲斯尽少控油 有效去蟹 深层去油 拒绝投蟹 投油烦恼 分秒专注 去蟹实力派 当然海菲斯 所以我会看到你在巴仁 欢迎来到 全新DS5 非同反响跨界领航 活着 不为迎合别人的期待 身心俱疲 也要继续向前 保持好奇 着迷于未知 探索武器的边界 让我新潮澎湃 我是新探索客 探索永不停止 新奔腾第五林 创变新生 乐在其中 爸爸买帅课吧 老公买帅课吧 买帅课 老婆满意 孩子高兴 郑州日产 加油 老帅 加油 电视台 观众朋友们 我们继续为您带来 在天津举行的 第六届东亚运动会 乒乓球男子团体 小组赛 中国队对中华台主队 现在比赛的事情到 第三名的单打是由好帅 对中华台北的黄胜胜 我们来看一下 双方第一局的比赛情况 在前两盘的单打比赛当中呢 分别是延安战胜了陈建安 樊振东是三比二 战胜了江洪杰 为中国队再得一圈 现在中国队是二比多领先 这是第三盘的单打 本次东亚运动会 乒乓球呢 是一共有参加 八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队 八个队呢 它就是分成两个小组 取小组的前两名 然后进行第二阶段的半决赛和决赛 现在小组比赛呢 A组男子呢 就有中国队 韩国队 中华台北队和蒙古队 B组呢 是日本队 中国香港队 朝鲜队和中国澳门队 今天呢 是名将好帅 在自己的家乡 天津的东历体育馆 为家乡父老呢 献上这场比赛 应该说好帅 那也是天津的骄傲 一直是非常有名的优秀运动员 也获取过世界冠军 这次呢 是以好帅 和四位年轻的新生代球员 参加本次东亚运动会 两个人 三个人 两个人 二个人 三个人 三个人 二个人 二个人 那么从本届东亚运动会的报名来看呢 就是各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队呢 基本都派出了最强的选手参赛 比如说日本队 好的 像日本队 福元爱 石川家纯 平野早始乡 南队有松平健泰 丹宇孝希 张一博 这都参赛了 另外韩国队 包括这些年轻的新生代球员 就是相当于中国的樊振东和周宇这样的运动员呢 是全部参赛 其中有李湘秀 郑荣直 赵延来 另外还有老将朱世贺 都参加了本届东亚运动会 还有就是朝鲜队 朝鲜队也参加了本次东亚运动会的整个乒乓球的赛事 而且也都派出了主力 另外就是中华台北队中华台北队的球员呢 他们应该说通过前两场的比赛 包括和延安和樊振东的比赛 都表现出了他们非常高的技术水平 那么也给观众呈现了两场极为精彩的比赛 但是三中华台北队的比赛 就要第一次来 年岁тор 私排arr på 7-8 6 9 9 7 好帅的球是 男运动员当中的少有的那种 非常细致细腻的一个运动员 他的小球技术 衔接技术 他的连续性 都是男子选手当中 很突出的运动员 9 7 10 7 好的 好帅连续顶住了对手黄胜胜的进攻 这样11比7拿下第一局 好观众朋友们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双方的第四局 好的 好的 这个球啊 就是说好帅呢 他在转手 前面正手位那板球拉得很有质量 拉了一个直线 然后侧身的时候 这个球动作一个是太小了 再一个球 击球的时间也是下降点 球都掉下去了 才拉 漂亮 这种球是应该说好帅这种打法 比较擅长的一些技术 就是我靠落点 靠变化 能够想在打在对方前面 直线 第二板 第三板 动作拉开 好帅的这个动作 就是说他正手的 这种杀伤力 现在应该说 他不像 樊枕东啊 张继柯这样杀伤力这么大 出货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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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能点来 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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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球啊就存在一个问题 就说你在比赛当中只要你进攻 只要你侧身的时候 一定要拉出这种主动性 你如果侧身拉的对方 这个感觉不疼不痒的 另外拉球的整个速度啊 太均匀 好的 这个球看出好帅的这种反应 举手就有 这就是一个下意识的反应 刚才给大家介绍了好帅呢是这次东亚运动会 本土选手来自天津 另外好帅呢现在应该说也是天津 乒乓球 他是顶梁柱 现在天津男子乒乓球呢 教练是马文革 队员呢就是有好帅 还有李平 来承担 向全英会 这种大型赛事的任务 所以这里面还有一个责任的问题 我们也希望好帅啊能够带领这种天津乒乓球 有更强的这种生命力 无论是在拼超联赛当中 还是在国内国际的比赛当中 能够有一个 新的亮点和辉煌 9-5 9-5 9-5 7-9 这局呢好帅是领先的比较多 黄胜胜呢把比分追到了7比9 这球好帅还是不能保 还是需要有点小小的座位 一些锋利的犀利的表现 7比10 好 好 反了 10 8 这样十比八 好战三比一战胜了中华台北的黄胜胜 为中国队再得一分 这样中国队在这场比赛当中 对你三比零的比分战胜了中华台北队 在小组赛当中赢了一场非常强大的一个队伍 那么这场比赛虽然是三比零 但是我们也看到中华台北队的运动员陈建安 江洪杰他们都有着不凡不俗的表现 给中国队应该说在这个过程当中 也让中国队得到了很大价值的这种锻炼 也起到了相互学习的一个作用 那么观众朋友们这场比赛是由杨颖 在天津东立体育馆现场为您做解说评论的 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们再见